第七题,请公平税改联盟召集人王荣张先生提问 台湾长期不当的租税政策造成我们经济成长的成果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家的负债也节节升高 请问三位候选人,您当选之后会不会在不增加受薪阶级负担的前提下 提高高所得者,也就是有钱人的租税负担 如果会,请问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如果不会,原因是什么 请三位候选人具体回答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时间是1分30秒 正如王先生所说的,目前我们对于税制的公平性的问题 所惹制的民怨,可能是所有民怨里面排行榜最前面的几名 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和贫富之间的差距 关键就是我们过去看到的税制改革 减富人的税多,但是受薪阶层的这些税很显然一分钱也跑不掉 所以因此我们具体说我们必须应该从两个角度来做 第一个,必须要建立财政的纪律 目前中央政府很多很多的这些支出 他并没有找到裁员,不断地去开空投制标 然后再留子孙 第二个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推动公共债务和预算平衡法 来避免财政赤字的扩大 第二个,我们可以考虑修正两税合一 那就是科增营业所得税和股利所得税相关的这些措施 来增加我们国税的收入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希望实时地来落实我们的资本利得的税 包括证交税等等等等 同时我会召开全国的财政会议 因为这些再留子孙的问题已经不是财政问题 是国家安全问题 再不去处理将让我们未来面临重大国家的不稳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是,龙江松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 第一呢,就是政府的负债 目前呢,这个我们的负债还是符合公共债务法的规定 不过确实是有增加 增加的原因是过去三年 因为金融海啸经济衰退 我们必须要采取财政的措施 推动公共建设,把我们整个经济带起来 因此会负债 但这些债务呢,所创造都是建设 我们没有再留子孙,我们建设留子孙 其次一点呢,就是关于贫富差距 没有错,前年我们贫富差距有扩大 但是去年又拉回来一点 我们还是不满意 尽管在东亚来讲 我们已经算是最低的国家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不满意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几年 大力地推动社会福利 就是把那些财产很难增加的族群能够增加 刚才大家讲到减税 可能各位不一定晓得 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把这个税率集聚在21%,13%跟6%的 各减了1% 再加上这个扣减率提高的结果 一共释出了500多亿 只不过因为很分散的关系 有几百户受益 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不是富人 都是中产阶级 同时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要不要对富人 克更多的税 我基本上我们的税制也应该是这样 所以朝这个方向改革是对的 但是资本利得税能不能开支 要必须审赠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要看到它能不能真正达到我们的墓壁 所以我说克富人税我赞成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1分30秒 是 刚才提出的问题 确实是我们这个社会 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增加 这个资本利得者 他们在付税上面的比例 那么我们在上一次执政的时候 成功的将这个最低税付制 来把它建立起来 目的也就是像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它的财务状况比较好 收入比较好 就俗称的富人来克税 其实它就是一个富人税的一种 那么我们近来主张的 非支用住宅的 不动产的交易 我们用采实价克税 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主要的也是朝这种 在交易上获得资本利得的人 他必须要负担 比较重的负担 所以下个阶段 除了这个实价克税的问题之外 我们可以再重新检视 我们在上一个阶段的最低税付支 来看在最低税付支 在适用过几年之后 我们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 让以这个税基税付支的结构 来做一个调整 让我们这种资本利得者 他所应该要支付的这一些 负税的这种负担 能够在比例上 做一个合理的调整 至于还有其他很多 国际上通行的 这个富人税的这个做法 我们也都可以来检讨 来增加我们这个 实际税的公平心 第八个问题